現在讓這張被大家充滿期待 和充滿想像的專輯 用它的出場特別的方式 為我們送上舞台好不好 我來拿吧 神秘的嘉賓 搜出場以後 依馨親自將她自己的心血作品 帶上來到舞台 我們一直到前面來 其實各位剛剛也可以 通過我們的大屏幕看到 其實光看到這張專輯呢 封面就知道我們花了非常多的心思 依馨傳統的問題 製作這張專輯的部分 有沒有什麼印象讓人最深刻的部分 在這一刻要跟現場的朋友們分享 其實對我來說這張專輯其實難點 有一個難點就是在於創新 就是說因為確實實體專輯 這個學生科技發展 慢慢地在退出舞台 但是我就想說 這個東西它是一個紀念品一樣的東西 希望哪一天 各位朋友們在想起我的時候 他們拿到這個東西 就會覺得 我們有這麼一段故事 我們有這麼一段青春 完了以後我們也就互相 互相幫助互相依偎著走過了這麼一段歲月 這個是我最想要的 然後就是那一份感動 然後我會在 其實會在網上去關注一些 就是粉絲會對 想要我做些什麼的東西 完了以後在這裡面都會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盒子 首先我還要謝謝我們工作室的所有工作人員 他們辛苦了 發票到專輯這個 各種那個弄的工序都挺辛苦的 完了以後 這個盒子是為了保護 這個專輯不受損害 完了以後 然後這個專輯的封面是 就是楊恩跟我這樣的一個 好玩的一個設計 完了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個 恭喜 這麼重要的東西不可以放在地上啊 好 對 也沒有最重要 好像 你感覺有點像作弊的意思啊 就有點想起我考試時候的樣了 看起來真的是精心準備 每一頁都很精彩 要找到一個最重要的 嗯 好了 其實這也是這張專輯的真正的真地 就在這裡 叫做 For You 好 這具體裡面有什麼呢 你們就 應該大家都有專輯了 就是有訂購專輯了 等你們拿到的時候 希望你們能夠喜歡它 不用拿到 他們就已經喜歡了 對嗎 對 非常感謝大家 哇 好久沒有這種 一個人問問題 幾萬人同時回答的感覺了 不過其實我們知道 這張專輯最有趣的地方 也是一星剛剛提的最多一個地方 我覺得就是用心 有個地方 谢谢大家